就看起來他真的是連眼都不想眼了 但是呢 我們大家還是非常關心 這個接下來會不會有餘症的問題 我們要連線的是 目前在線上的氣象專家 戴立剛 立剛 晚安 戴出發 晚安 我現在要先問第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成大地球科學系教授 饒瑞君他有講一個部分 他說他有市井 他說下一個大地震恐怕會在迦南 他認為說 因為呢 現在目前看起來呢 未來在台灣最大地震發生的地方 是在迦南地區 主要是因為在這個地方的累積的 地震能量速度是最快的 在台南以南到屏東 地表長期都有緩慢在釋放一些能量 但是台南以北卻沒有 但是我們看到 台灣人口主要是在西半部的人口密集區嘛 所以呢 萬一要是發生的話 恐怕這個會非常的嚴重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的市井說 在迦南地區呢 雖然你想到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之前就一直在注意 這個部分的問題 因為最主要就在於說 我們台灣的西半部地區都是屬於斷層帶 而這些斷層帶 如果大家去查一查 我們在台灣的這個 像中央氣象局的百年的地震史上面 你可以從每一個地震序列當中 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每一個地震的發生 跟包含能量的累積 其實我們用一個歷史的演算法來看的話呢 像在迦南地區那邊有許多的斷層 可是這些的斷層呢 其實有的本身的一個週期 大概都是60到70年左右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規模的地震的可能性發生 但是我們仔細的去觀察之後 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近七八十年來呢 這些斷層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聲音 完全沒有任何的動作 這就代表說 地底下的能量的壓力的部分 是持續在增加當中的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 因為我們東半部地區的地震呢 都是屬於這個菲律賓海板塊 他下沉到歐亞板塊下面 在下沉擠壓的過程當中 把歐亞板塊擠壓之後 我們歐亞板塊才會有發寒的像在 花東洞谷山脈的起來 另外呢 到了中央山脈部分 就中央山脈的高度也會高起來 可是能量在往西半部推送的過程當中 進入到了西部平原區的時候呢 這下面就有許許多多的一些斷層帶 它的壓力的部分呢 也是持續的在醞釀跟增加當中 而地震的發生 通常都是在壓力達到一個臨界值之後呢 地底下只要一個斷層面 整個的破碎面出現了滑動 錯動或者是一個正向的順向的 或者是逆向坡的整個的形狀 一開始錯動的時候 地表面上的人類 就會遭受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災情 所以呢 我們一般來說呢 東半部地區的震呢 都是屬於板塊運動的地震 西半部地區呢 就是斷層帶的地震 但這一次的東半部地區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這包含了觀山 包含了池上 在這昨天跟前天這兩天當中 都有比較規模大的能量在釋放的時候 可是我們現在從昨天到今天 大家可以注意到 早上10點07分的時候 有一個能量釋放是在灼溪 可是呢他規模到5.9 但平靜了5-6個小時之後呢 到了下午3點多以後開始 又有一些餘震的能量在出現 我們希望這些餘震能量是持續的遞減 那當然就表示 東部地區的這個板塊的壓力的能量的釋放 就差不多到了一個 要結束的段落 但是如果說他的餘震的狀況還是持續 而一直頻繁的在增加當作說 那我們就要小心有另外一個 可能更大能量出現的機會 這是東部哦 但這些能量在釋放過程當中 他的能量是往中央山脈推動 所以中央山脈的高度 像我們的玉山高度 在這一次的地震之後 他一定會再高一點 他高了之後呢 代表能量又往西送過去了 可是往西送過去的時候 到了我們的西部的斷層面的時候 他底下的壓力的部分來說 就會變得更大 而這個更大的壓力 也就代表說 到了一個臨界值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有一個地震的 可能性的發生 當然西半部通常 他都是主障礙性地震 第一個地震的規模來說 只要夠大 他的深度只要夠淺 對於地表面上的錯動 跟包含了整個斷層帶的整個的滑落 或者是整個上升 就會造成地表面上的 許多的建築物的破壞 所以在西半部地區的斷層地震 通常都是我們在整個台灣史上面來說 我們最害怕的災情發生的 也就在西半部斷層 所以其實我們在一直在觀察 這些地震方面來說的話 東部地區的斷 板塊運動的造成的災 不會有西部那麼大 西部的斷層的災 通常都比東部要大 第一個東部人口比較少 第二個東部的地質結構比較好 但是西半部地區 因為整個地質結構非常的破碎 有許多的斷層是我們知道 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引斷層在其中 甚至有些斷層根本他停在底下 兩三百年連洞都沒有任何的動靜 這個就是我們在尤其西半部地區 又是人口稠密處 包含了城市 包含了工業開發 以及包含了許許多多的一些 人的居住部分 都是在西半部地區的平原地區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在未來的時候 西半部地區 尤其雲嘉南 甚至到高屏這幾個地方 其實這底下的板塊的部分來說 大家都要特別的留意 尤其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中央地質調查所 他有公佈一個資料 那個裡面有百分比 大概會有多少百分比 當然那只是我們的預估 因為真正底下的板塊的運動 跟板塊的錯動 常常會在我們不可知的情形之下 又會出現 因為地震到目前是仍然沒有辦法做預報 人類的科技到目前是 完全沒有辦法做地震的預報 只能做側報 側報的原因是在於說地震發生中 我告訴你正央在什麼地方 地震的能量釋放是多少 每個地方的震度是多少 這是側報 所以呢 大家對於防震 我從昨天到今天還是要提醒大家 防震的知識 防震的準備你都要有 因為地震什麼時候發生 我們永遠不知道 就像今天一個到早上的時候 規模5.9 突然直接來了個余震 那個時候大家就覺得 哇 開始又搖了緊張了 因為就像我在台東的朋友就跟我說 他們那邊的部落裡面呢 朋友都不敢回家睡覺 連他爸爸媽媽都睡在 部落他們自己屋子前面搭了帳篷睡 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會有地震 但是最重要的點就在於說 你要怎麼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保存你的生命 這個部分是大家所要面對 而且是在未來的幾年之內 要特別注意 不過最近這兩個月要特別留意 就是東半部地區的能量的釋放 會不會有再增加 如果逐漸的遞減那是好事 那可是呢 東半部的能量釋放完整 西半部地區呢 其實大家在這幾年之內 都要長期戒備 因為整個 西部地區的斷層帶來說 都是達到了一個臨界值的狀況 西部真的要戒備 但我們也看今天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頭有點暈暈的 因為這個余震實在是太多次了 因為大家都覺得 隨時都來一個暈一下的感覺 但尤其是在北部地區 因為雖然在昨天 發生了6.8的強震 但是北部並沒有收到警報 但是北部就又特別覺得 為什麼台北搖很大 因為他可能只有3跟4級 這個震度只有2級到3級 對 可是大家都感覺說 為什麼台北就是特別的搖這麼大呢 這就因為什麼 好 淑芬你說到這部分 我們來看看今天早上的地震 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張上面 上面的資料上面顯示出來是什麼呢 就是今天早上的每個地方的震度 你可以注意到台北的震度 大概就差不多在2級左右 有些地方的側爆的部分 因為地質結構的關係會有到3 不過呢 整體來說的話呢 真正正央就在這邊 在灼溪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就灼溪了 灼溪這個紅色這邊 就是今天的早上余震的正央的位置 但這也代表說 整個能量的釋放 使得全台灣呢 都有感受 可是呢 北部地區的感受明顯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呢 就是地質結構的問題 台北盆地本來就是一個 濫泥沙城 濫泥沙城當中這個結構體的話 它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的脆弱的結構體 房子全部都蓋在濫泥沙城上 搖晃起來的震盪的幅度 跟感受上明顯 第二個 台北有許許多多的高樓 因為高樓之下 樓層越高 尤其就是鋼骨結構的話呢 反而那搖晃的感覺會變得更明顯 就像中天電視 這棟是六層樓的大樓 但它是鋼骨結構 它搖晃起來的感覺 會比鋼筋水泥搖晃要大 但是 鋼骨結構的耐震係數 反而比鋼筋水泥的房子要更強 因為它搖晃雖大 但是它不容易倒 因為在台北這個爛泥沙城地帶上面 如果說震度達到夠強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房子都不可能撐得住 因為你的房子結構體 不是蓋在鹽盤上面 我們如果往林口 往桃園 往新竹看過去的話 它的地基大概挖下去 不到一公里就鎖在鹽盤上面 但台北市基本上有90%以上的房子 都沒有鎖在鹽盤 因為像101他當時要蓋的時候 挖到鹽盤上面就挖了將近60公尺深 才把1014個大柱子去鎖在60公尺以下的 台北鹽盤上面 所以台北市基本上來說 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恆地效應共振的狀況 再加上爛泥沙城 所以台北的地區來說 地質結構體來說 在比較大的規模地震出現的時候 反而會變得更脆弱 尤其更重要 因為是爛泥沙城在搖晃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就會有一些 整個組織結構土壤異化的現象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就是大家在未來幾年當中 都其實要盛防的 那因為現在的正央的位置 距離台北市比較遠 我們雖然有感覺到 可是他的整個震度來說 並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們不能排除說 在未來的幾年當中 不管是在西半部 或者東半部地區的板塊的擠壓的地震 尤其像在宜蘭 像在匪花蓮 其實在5-6年左右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規模的震 而這近幾年都沒有 都停下來的比較偏少的狀況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在未來的時候 不管你是生活在台灣的哪一個地方 你都要特別隨時注意到的 就是當地震發生的時候 你的房子結構體安不安全 第二個就在於說 你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怎麼樣保全你自己的生命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過我還是要特別提醒在花東地區的朋友 你現在趕快注意一下你家裡的房子結構體 你的樑 你的柱已經都開始有歸裂 甚至有的鋼筋已經暴露出來的話 那那房子 我建議您千萬別再住進去了 因為只要在一個大一點的餘震 甚至如果萬一不小心 又有一個更大一點規模的地震出現的時候 你的房子絕對會撐不住 所以你趕快檢查你家的樑跟柱 有沒有裂的情形 如果整個樑都已經裂到一圈 都是裂開的時候 那真的要特別小心 柱子到已經到柱子的磁磚都崩掉 連鋼筋都開始裸露出來 那個房子本身結構體就要出問題了 那西半部地區的朋友 現在這個時候 你也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我們現在看起來 在整個環太平洋的火環帶 跟包含了整個地震序列來說 已經開始逐漸的邁向一個比較活躍旗之時 不管今天地底下的是什麼 中央山脈的什麼斷層 或什麼斷層 那個部分來說 研究斷層是專家的事情 但是防震的事情是你的事情 這個部分你要保全你家人 保全你自己的生命 平安度過在地震發生的當下 能夠活著出來才是最重要的 對大家還是要有誘患意識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摸摸水 放鬆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CTI454 CTI45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